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萧元君 一起来关心今天9月17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 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稍早传出 曾在1980年代性骚扰当年一名高中生 对此白宫资深顾问抗威今天表示 不管是卡瓦诺或是出面对他提出指控的加州女教授 克里斯丁福特都应该出席国会听证会作证 而卡瓦诺本人也表示 愿意前往联邦参议院出席听证会 康威是在今天早晨接受福斯新闻网 陈坚节目专访时表示 不管是卡瓦诺或是出面指称 曾经在1980年代被卡瓦诺酒后性骚扰的福特 都应该出席国会听证会作证 福特不应该受到万界讥讽 大家也不应该忽略他的陈述 康威表示自己跟川普总统讨论过这件事 也跟共和党南卡州联邦参议员Lindsey Graham 等人交换过意见 福特的声音一定会被外界听到 另一方面 卡瓦诺昨天也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声明 表示这个指控完全不实 他直到福特承认身份之前 都不晓得到底是谁指控他 而他也表示愿意前往参议院出席听证会 为这个发生在36年前的事件捍卫自身清白 这是他在事件传出之后首次公开声明 此外他今天早上也前往白宫 但并没有事先对外说明前往白宫是否跟此案有关 亚马逊网站今天传出了正在调查内部员工 倒卖客户个人资料的案件 对此有财经分析师表示 亚马逊应该将网络销售部门和云端储存部门 分拆成两个公司以降低风险 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指出 有部分员工涉嫌将客户个人资料等各类资讯 出售给网络商家 让在亚马逊网站卖东西的商家 可以从事虚假销售营造人器 或者删除客户负面评价等 违反亚马逊规定的行为 特别是在中国 类似的行销手段十分盛行 甚至已经发展出有专门的仲介 为不肖员工和商家牵线的情况 华尔街时报报道指出 就有在深圳的亚马逊员工 以80到2000美元不等的价格 与商家进行各资买卖或删除负贫等交易 对此亚马逊今天表示已经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 花旗集团研究部分析师表示 亚马逊应该考虑将网络销售与云端储存业务 分拆为两家独立公司经营 除了减少监管压力和风险之外 也可以降低外界对于亚马逊公司规模 与影响力方面的关注 三天前 新西东南的佛罗伦斯飓风 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不过仍然可能会在灾区带来豪雨 造成进一步的伤亡损失 另一方面横扫东南亚的山竹台风 也带给菲律宾和包括港澳地区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 造成惨重的灾情 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佛罗伦斯飓风虽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不过仍在南北卡罗兰娜州缓慢移动 为早已泛滥成灾的河川流域带来更多豪雨 佛罗伦斯飓风14号登陆北卡之后 至少已经造成15人丧身 以及数十亿美元损失 当局警告当地可能还会有因为豪雨带来灾情 特别是部分地区水坝面临破裂决堤风险 而在亚洲 强烈台风山竹日前侵袭菲律宾北部 广泛地区出现洪水及山泥倾瀉 增至最少65人死亡 仍有超过40人失踪 山竹台风稍后于刚刚过去的周末 袭击了香港和澳门 带来时速100英里的强风暴雨和大浪 导致数十人受伤 大量建筑受损 稍后山竹台风在广东台山登陆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多人受伤 目前山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地气压 但香港天文台表示 山竹仍然有造成灾害的风险 南北韩将于当地时间18号 在平壤举行第三次高峰会谈 文在寅和金正恩将共同商讨 改善南北韩关系非核化 以及缓解军事紧张与消除战争风险等三大议题 南韩清瓦台总统秘书市市长任中西今天表示 文在寅总统将于当地时间明天上午8点40分 启程飞往平壤 预计十点多抵达 稍后与北韩领导人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共进午餐 随后举行首场高峰会 会谈结束后两人将共进晚餐 并观赏文艺表演 对于19号的日程 任中西则透露 双方将再次会谈 并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协商成果 预计双方届时还可能就 期间一直讨论的缓解局势紧张 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军事协议 文在寅预计在20号上午返回南韩 而在峰会议题方面 任中西表示有三大议题 将以促进落实百门店宣言为主轴 改善南北韩关系 促进北韩与美国的重启无核化对话 以及消除军事紧张 建立永久和平机制 并期待能达成有意义的相关协议 继续在您关心体谈消息 中国高尔夫选手吴阿顺 16号在荷莱以一杆之差 赢得KOM公开赛冠军 成为中国首位三度赢得欧洲巡回赛的选手 吴阿顺现年33岁 他在最后一天比赛开打时 落后领先的英国选手Chris Wood一杆 结果他在前13栋结束时还落后两杆 不过15-16栋连续波底 一举追平对手 接着标准杆5栋的18栋再下一城 中场收住67栋 以低于标准杆16栋的266栋总栋数 赢得自2015年VOLVO中国公开赛 和2016年LIONES奥地利公开赛后的 另一次胜利 并成为中国第一位三度赢得欧巡赛的选手 吴阿顺本周出赛时世界排名第344 现在预计将攀升到前200名 田径方面 法国好手Kevin Mayer 16日在法国塔朗斯举行的 Dicaster田径赛的男子十项全能比赛中 以总分9126分超越美国名将 Ashton Eaton于2015年北京市井赛写下的 9045分记录 成为最新记录保持人 此前男子十项全能比赛历来只有三次突破9000分大关 而Eaton包办其中的两次 现年26岁的Mayer 也因此成为法国第一位男子十项全能世界纪录保持人 把焦点转回湾区 北加州华人传播媒体协会 于9月15号周六举办了第21届 杰出媒体从业人员颁奖典礼 本台新闻部荣获了新闻评论与新闻采访两个奖项的肯定 北加州华人传媒协会成立于1993年 目前的会员包括湾区23家中文平面电子与网络媒体 该会每年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临会 并且每两年颁发一次 杰出媒体从业人员奖项 现任会长于建强表示 该会致力于关注本地华人社区的权力和福祉 鼓励华人媒体为社区提供优质且深入的报道 而他也提到了最近该会的主要成就 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 我们过去一年的时候做工作很多 我们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为一个朱金山的市长的竞选 我们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的一个会 只要对整个湾区的市民很大的帮助 他们从我们的辩论当中有历史性的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传媒 同一熟克服的市长的辩论 就是我们这个会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包括你们优势也在参与战里面 十分成功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对年轻的一辈 有兴趣进去传媒的话 我们一定要去培养他们 所以未来的一年的话 我们会尽可能争取给多一些新的一代的 一些有兴趣传媒的人 我们安排再进去我们一些不同的传媒机构 你们去学习 除了多位湾区华人媒体工作者以外 当天晚会当中也有众多湾区 与加州政商界人士出席致贺 并且致赠感谢状 而在两年一度的杰出从业人员奖项当中 则颁发了包含平面与广播电视媒体在内的 新闻采访奖 专题报道奖 新闻评论奖 节目制作奖等多个奖项 其中优势频道新闻部 优势焦点话题 节目制作主持人张志斌 获颁最佳电视新闻评论奖 优势新闻记者周敏 则以远赴犹他州采访当地纪念华人铁路工人的 金兵节报道 获得了优秀新闻采访奖 在此也代表优势频道所有同仁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优势焦点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